在日本的地方的知识里头的 田共的天顶 其实是进港的这位知识 叫川胜平太 他其实是早稻田大学毕业 在早稻田曾经任教 后来又当了地方的知识 他其实在早稻田大学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学生运动的骨干 所以就是从他年轻的时候 是接受了很多共产主义思想 这也就是说 从马列传到中国的时候的同时 其实在日本也是一个 有一帮这样的共产主义思想的 这些拥固者 早稻田大学 就是他是培养了很多 像这种学生运动 还有这种对共产主义 一种崇拜这种学生 这些学生正好到了现在 70年代的时候 他们是学生 现在正好是对骨干的 这么一帮人 这个川胜其实就是这么一位人 他最喜欢读的书 居然是毛泽东选籍 所以就说从农村包围城市 对他来说已经是 就是他觉得他学到精髓了 所以就说你看这个上的 这是日本人话的 他要提倡日本也要一国两制 有